7月25号,正在福建福州举行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,全州送源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,这是本届大会中国唯一申报的文化遗产项目,由22处代表性古迹遗址及其关联环境和空间构成,至此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56处。 遗产场庆祝活动在福建泉州辅文庙广场、真武庙广场、西街等地展开。 10到14世纪,世界海洋贸易迎来繁荣期,泉州港脱颖而出,成为与埃及亚历山大港媲美的东方第一大港,与世界上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通商贸易。 繁多的商品在这里交易,香料、药材等搏来品从泉州港运进来,丝绸、陶瓷等中国制造由这里走向世界。 从送源,我们从海上丝绸之路开通之后,我们和国际社会的一个交流,那么在泉州也有那么多的不同文明留在泉州的一些印记。 这些非常重要的,就也表达中国的这个文化是多元的,是一种融合的,可以互建的这样的一个文化。 我觉得这一点上,泉州的意义还是非常重要。 近年来,泉州创造性地开展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工作,率先实施文化遗产保护立法,成立泉州市遗产保护管理中心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。 多渠道发动社会力量保护文物,取得了良好的成效。 通过它的保护,通过文化内涵的挖掘,通过文化活动的开展,在保护的基础上来做一些延伸,来做一些文化理由方面的一些活动。 应该来说,世界遗产,尤其是文化遗产,应该是一个慢慢品味的一个理由方式。 泉州,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,是公元10世纪到14世纪产生并留存至今的一系列文化遗产,分布在以今天泉州城区为核心的泉州湾地区,具有鲜明的海上贸易和东西方文明交融的特征,见证了刺同这座古代东方第一大港的地位,奉献和风韵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